小点 你也小点 今天是洛杉矶的流程5点钟了一开始 别不下去了 要下边了 要好好看 先让我们先看一下 先让我们亲自给我们开 你直接说了 一块说完了 省事 看这个是手柄 手柄是好看的 手柄是好看的 我们看一下后面 手柄还是不错 后面的磨砂设计其实很好 之前不一定拍的错 大家自己感觉一下 现在卸手摸到的部分是磨砂的一个感觉 是单精的部分 会增加握持感 而且在流汗的时候也不会显得太滑 然后用一段摄像纸手柄就跟机动刹一样 用了三年的机动刹一样 就是变黄昏 是的 是的 现在看这个机盒也进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然后这个新的主机后边 其实跟之前那个早晚主机一样 有两个 大家看这是完全没有开封够的主机 第一次开包 这个是实际刹长进行的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主机 大家看的是由Xbox中国区孔静的纤维 亲自我们开包的Xbox One S主机 现在主机已经打开了 我们看到白色的整个的体积比老板的缩小了40% 你怎么看出来的 这是数据公布的好吧 但是做一个媒体 这次数据难道不应该记住吗 没有任何对比 我直接说我看出了40% 你怎么没有说我看出少于100% 其实它最大的改进应该是内置电源 因为旧的那个电源实在太重了 对对对 看一下背面的接口 但是上边这散热孔实在是 对 有电源线吧 我看一下它到什么状 对 特别成那个电源 然后我记得最初的媒版好像还得再换一个 可以HDMI也可以out 对 不过问题就是 如果用美版在国内接的话 就没法换电源了 原来的话换个变电器 对 现在只能接火牛 接个变压器 对 这是现在的电源线 对 省去了这个 沉重的电源火牛的部分 所以现在这个电源线直接接到 机器后部就可以供电 但是有一问题 如果你买国航的话直接插不了 就短路了 你买国航的为什么要 对 国航直接插就行 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上面能看得到 这个版本是宽电压的 你看背后 大家看 是宽电压的 是宽电压的 100V到240V 自适应 所以大家就没有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没关系 来一下就可以了 有自适应电源 那就可能事多了 感觉咱们现在特别像电视直销 提前30秒打电话 我们要送了一个老板的机器 有一个问题 咱们现在这个电源键是触控 触控式的还是按压式的 触控式的 还是触控式的 好像是按压式的 改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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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压式的会好很多 触控式的可能有误触 就是不像一代是这个静电式的 所以这个感觉会好很多 所以不会再有误触碰开机的情况发生了 再考你一下这个蓝光驱动 蓝光驱动 怎么了 蓝光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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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仓键 开仓键 开仓键在 不对 之前的开仓键也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可能不是做成一个圆纽的形状 但现在是 现在是按的 我觉得是 以前也是按的 对于4K的视频 输出我记得好像 对对对 这是最大的一个改进 是它支持了4K的蓝光和视频的播放 这个是这个主机最大的一个改进 然后据说 据说是 运行Xbox One游戏略有提升 可以看一下后边的接口 对 它现在是增加4K原生输出了 但是这个大洞的官方的渲染涂了一几块 不出来 不过还好 这个是可以输出 好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网卡接口 光纤的这个输出接口 IROUT 这个是红外的那个是吧 不是IROUT 红外的那个一个单独的一个设评 那个输出口 然后这个是两个USB3.0接口 3.11接口 然后一个HDMI的IN和OUT这个接口 对就这么简单 而且不用担心电压的问题 这是电视频 对自信 对自信 不用担心电压的问题 你闻得疼吗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把Xbox One烧掉了 好来 我们再来现在我们演示一下这个主机竖起来的效果 因为这是这一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进 对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主机竖起来的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大家仔细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它的Xbox One的这个凹进去的这一个标志 是这样一个排列的这样保证 它在竖起来的时候 大家这个标志也是正的对待大家 可以看清正反面 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底座的对吧 这个包装里面可能没有 这个包装里面可能没有 但是应该会单独有一个底座 就是可以让这个主机更稳的 就像另外一台主机它的底座一样 可以让大家放的更稳 这就是理由的这些不同的主机区 我去带他来看这个主机竖起来 但是我们的主机竖起来看这个主机